哈囉,我是小丸子 今天要介紹一組很厲害的收納超強大的沙發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唷 今天要介紹這張超厲害的收納版沙發 這張要先讓大家看到的是它本身的收納功能真的很厲害 這邊有一個繩子可以打開 它的收納空間其實很大唷 它的收納空間大概可以收到8串的衛生紙 所以如果現場有些婆婆媽媽們 你們很常買相購的衛生紙的話 這個沙發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而且這張沙發還很貼心的幫大家準備了 兩叉的一個電線工具 還有兩個USB的插頭 可以在使用這張沙發的時候 同時可以手機斷電 它本身有一個長的櫃杯 在家裡面追劇的可能 都會很適合在櫃杯上面做一個雙倍的動作 那這個沙發的話呢 其實平常你在實力要躺 要做運動的 那它向前的位置的話呢 主觀是260部分 所以大概可以鋪到2個 然後一個人可以拌它 它本身的表度都是比較難度的 所以它的透氣度的話呢 會比一般的沙發來的好氣 那這張沙發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子看電視 也可以有一個櫃杯讓你 可以用半量的方式看電視喔 幸福祝你們今天看累的 想要稍微的想睡一下 大家有看到這個下方有兩條袋子嗎 它其實使用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往外拉 拉完之後呢 袋子往上提 然後輕輕的放 它這邊的話呢 就會多了一個可以躺的空間 或是你們今天看累的 想要稍微的想睡一下 或是家裡面的話呢 突然來了親戚想要 讓他們在沙發上做一個休息 那以它的空間來說的話呢 它大概是可以躺到兩個 像是一個沙發床比較大 容量的一個空間 那以它現在目前這個空間的話呢 可以用容納到三個人 可以用規規的方式 坐在下方上面 那也可以當作姊妹們的一個下午茶的一個很好的空間喔 那收進去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們要靠這個袋子來作用 袋子輕輕往上拉 那它的坐墊就會往下扯 那往下扯之後呢 我們只要把肌的下面頂部 往裡面推就可以了 清潔的部分的話呢 大家有看到我後面的三個大的背靠吧 這個背靠的話呢 它是可以做拆洗的 那拆洗的話呢 請切記不要用風乾肌 或者是水溫的部分的話呢 也不要超過四十度喔 像這些不能拆洗的部分 就是只要用濕膜擦一擦就可以了 這張沙發呢 很適合家裡空間小 卻沒有收納空間的朋友們 那我們會把商品的資訊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歡迎大家可以直接點連結訂購 今天就謝謝大家的觀看 掰掰 下次見